马英九在300多名维安人员的护送下 一步步爬上南京中山岭 392街他走得脸不红 气不喘向国父孙中山拜夜前 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马英九的头衔 该怎么喊 前总统三个字出现在夜灵场合 只是陆方准备的花圈 署名是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接下来继闻宣读 更是历来台湾政治人物前来拜夜 备受瞩目的焦点 因为这象征陆方希望给的成为 不同于过去从连战王玉奇到洪秀 住在这文中使用民国纪元 马英九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 就连马英九轻送的书法 写的是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落款的日期写着2023跟百十二 同样审略民国两字 只是夜灵后 马英九明确说出中华民国 并这么称呼自己 马英九这次来也让大陆民众 抢票想进景区看他一眼 其实知道他今天会来 然后赶快提早了多少预言 多少天 一星期吧 马英九还遇到交友的大陆小学生 喊他一声马爷爷 只是马英九一问知道孙中山吗 小学生回答不知道 让马英九只能尴尬地说 看来老师要努力一点 今天下面于南京采访报导 老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冲宝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444